大家好啊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FB或LINE我錄漫畫的朋友啊 還記得小鳳梨曾經說要做遊戲嗎? 其實遊戲場景已經做好了 原本是要做3D遊戲了 看這是什麼? 這是海霸 這裡是排球場 還記得之前問粉絲想玩什麼遊戲 有個粉絲就提一批卡丘排球之類的 結果貪心了 哎呦不知道當初想什麼 煩喔 弄了一個類似我的老天兒的遊戲 當然這遊戲當時還沒問事 類似啊類似 這裡大部分倒計模型都有做破碎效果 原本想說玩家操作小鳳梨可以適應破壞 破壞的東西一段時間會有NPC過來處理 連NPC打昏的都能替換 這個是音響 小鳳梨進入這個場景就會切換BGM 當然嫌吵的話音響雜裂是OK的 如果選裁判的分數有問題 連裁判也是炸也行啊 但遊戲時間製作太長了 三四年了開什麼玩笑 小鳳梨都從長方形演化成正方形了 那你的學生粉絲應該都老了吧 所以2D遊戲的腳本我已經寫好了 這部影片就只是跟大家聊聊而已 順便報告進度 3D那頭等哪天財富製額再慢慢看吧 但真的滿想完成的 2D遊戲的概念大概是捲軸迷宮 不知大家小時候沒有玩過 就是把視線畫好的分支路線圖捲起來 看完的人會走到哪個結局 大概就是概念吧 中途有小劇場跟玩家操控的答題順項 也有小遊戲的挑戰 小遊戲的部分目前有8款 PK球排球是有的 第2個就是猜動物 粉絲都知道小鳳梨出現的四組動物都長那個樣嘛 小鳳梨裡面的 所以還挺難的 第3個是熱氣球 這就跳過 第4個是跑步遊戲 有點類似到我們那個恐龍遊戲 都玩過吧 不停閃就對了 第5個是可樂躲避球 閃避周圍貓咪丟來的石頭 小鳳梨因為滿臉可樂看不到路 所以玩家操作的按鍵會不時被打亂方向 也是挺難的 第6個是敲貓咪 大家小時候有玩過敲鞋跟遊戲吧 類似 第7個是飲料店 根據客人點的菜單製作飲料 挺手術的 我是想穿插一些中途會更換菜單的客人 但不知道會不會太靠北 最後一個是跳台階 最後一個是跳台階 根據長按鍵盤的時間控制跳出去的距離 以上都算是過場了 所以時間多半設置 30到20秒 不能太長了 不然會膩 設計都是反應速度類型的 大家有其他想法嗎 預計3月開始化素材 部分內容會放上FB或IG分傳 順便宣傳一下 2D的部分 2D遊戲的製作就比較快了 我之前也有製作一款 所以 後來想說 就 還是3D轉2D吧 不然3D 後面還有 材質 還有貼圖 還有人物模型的還沒做 做完還要人物做動畫 那個算下去可能 太久了 不知道需不需要有支援FB 看很多獨立遊戲都會上FB 但我從來沒有過辦法 就先這樣吧 就先這樣吧